灰國旗 燒木頭 上萬抗議人潮聚集特拉維夫 從高速公路這一道街頭巷尾 動員集結 卻是衝著政府而來 以色列從年初就宣布著手司法改革 不只將限縮最高法院以及政府法律顧問的權力 國會和多數黨政府也將被賦予更大控制權 然而以色列國防部長格朗特因為公開建言 要求暫緩司法改革 竟殘遭總理納坦雅胡面試 更直接開除解職 氣得不少民眾上街示威 聚集在耶路撒冷的總理官邸外 一度衝破安全封鎖線 警方甚至動用強力水柱驅散群眾 抗議納坦雅胡霸道炒官員 以色列駐紐約總領事隨後也請辭 力表共進退 以色列主要工會也號召發起大罷工 美國同時也表達關切 不予納坦雅胡傾聽民意 維護民主價值 在新聞黃泉宇報導 議員 畢竟 節